今年6月10日,25000人香港市民抗议游行到中联办 抗议中共当局虐杀六四民运人士李旺洋 现场焚烧中共国旗的香港社运人士古思瑶 星期五遭到港府拘捕 古思瑶斥责香港当局政治检控 未来将会继续反抗中共的屠夫政权 社运人士古思瑶今年6月在中联办门外请愿期间 焚烧中共国旗 警方早上到其住所将他拘捕 带回警察总部路口供 下午在东区法院提堂 他获准200元保释下月再出庭 这个是8%是中联办和北京政典施加压力 也都要打压香港的民运人士社会活动家 就采取要打这个政治典型 一定要将香港抗争的火头就尽量消灭 他承认又烧中共旗 但不认罪 强调会继续公民抗命 古思瑶表示下月开庭会选择自变 无需律师代表 新唐人记者林秀宜在香港报道 休息一会 选择ла 前eln 谢谢大家